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三百二十二回 说到这原谣 韩丽虽然说跟他称不上有什么交情 但是他也勉强算是熟人啊 没想到歪打正着 他现在就要追杀起这个原谣了 这个时候身旁的骷髅头已经开口说道 行啊 既然是上面的命令 没有什么酬劳 我等兄弟也一定会出力的 不知道这个女人现在何处啊 既然叫我们再次集合 想必不会离此太远吧 您别瞧这位啊 相貌吓人 但是心却细得很 这位倒有说对了 妖女就隐居在黄明岛以北的一个荒岛之上 若不是有一次外出购物被本门弟子无意中认出并尾随至老巢 恐怕至今还无她的阴信啊 此女狡猾异常 身怀宝物威力其大 甚至包括本门密宝青阳雷 还望诸位道友是多加小心啊 老者口中告诫 还特意的呀 冲韩力拱了拱手 毕竟以韩力的结单后期修为 老者自然极为看重 可此位 嘿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啊 韩力虽然面无表情的点了点头 心里头思量的 却是要出手将几个人全灭了 不过当韩力听到原谣就在附近的时候 心中不由一动 瞬间就拿定了主意 决定去会一会此女 等救下她后再借机讨要一样重要东西 这个时候 柯宇先几个人商量完毕 就恭敬的问众人一声之后 在前面带路的向洞外走去 一路无事 几个人全都是闷头赶路 韩力修为最高 外加上一副冷冰冰的生人物尽的样子 没有谁会不时去的找他说话 结果大半天之后 五个人就瞅见了一座 方圆只有十来里的一个小岛 就是这里了 妖女就躲在其中一座小山之中 老者眼中寒光一闪 先停下了顿光 冷声说道 韩力等人随后一同停在了半空中 远远的望向此岛 这个岛上除了稀稀拉拉的一小片草木之外 就只有几座小石山 灵气啊也稀薄至极的样子 哎 丁道友 我说 咱没找错地方吧 妖女一个结单期修士 咱们会找这种地方来修行啊 看了一会儿 那相貌丑陋的大汉忍不住问道 脸上露出了怀疑之色 啊 放心 绝对是此地不会错的 丁老者信心十足 随后 他两个手一掐法绝 接着单手一扬 一道药木的皇宫冲天而起 片刻之后 从小岛另一侧 远远升起了同样的一道黄芒 老者见了脸上一喜 急忙转脸对韩力等人讲道 走吧 那里有本门的弟子 一直在监视着这个女人的行踪 看来妖女并没有离开此岛的样子 说完此话 老者却并没有动身的意思 结果过了一会儿之后 一道红光从另一处黄芒射出处 飞队而来 转眼前呀 就到了几个人面前 光华一收之后 献出了一位灰衣男子 大约四十来岁 筑基中期的样子 他的衣袖之上 同样绣有一个青色火焰标志 只是比老者的小了许多 弟子见过丁师伯和几位前辈 男子一眼认出了丁老者 不敢怠慢 急忙上前施力 老者不在意的一摆手 沉声问道 妖女是否还在岛上 没有离开此地吧 没有 自从弟子尾随其回到此岛后 妖女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洞府 这个男修士非常肯定 好 这件事你办得不错 当此事了结之后 回去升你为内门弟子 现在投钱带路吧 多谢师伯提携 弟子这就带路 然后此人一转身 带着几人直奔小岛顿去 眨眼之间 一行人就来到了小岛的上空 中年男子指着其中一座石山 对着众人 躬身说道 那妖女上次回来之时 我因为修为低微 没有敢靠近追看 只是看她一靠近此山 就消失不见了踪影 估计此女的洞府就在此山之中 骷髅头一听此言 眼中一光闪动 打亮了此石山几眼 口中缓缓地点头说道 不错 石山表面是被施展了什么高明的劲致 也是我等离近特意查看 若是远远地从空中路过 绝没有办法发现此倒异样 可爱不得这个女人 可以隐瞒这么多年没有事呢 此女当年将少主的修炼典籍也一并拿了去 由此手段并不稀奇 等我破去此阵法后 就有劳几位道友了 老者脸上闪过一丝怒涩 但是随后恢复长色说道 放心吧 就算此女三头六臂 这次她也是插翠南飞啊 骷髅头黑黑一笑 一脸不在乎 老者一听这话 也觉得不会有什么问题 就不再迟疑地两手猛然一挫 幼目的黄芒从手中默然生起 破 老者低贺出口 手中黄芒 画为一道惊鸿啊 向石山表面飞射而去 轰隆隆的一阵闷响发出 眼前的石山如同平静水面 扔进了一颗巨石 原本静止不动的画面 顿时白光荡漾 景色随后为之一变 漠然出现了一座灵气逼人 景色优美的苍翠绿山 这是 骷髅头和恶汉 见到了眼前的金变 不禁嘴巴张得老大 目瞪口呆起来 这是本门的秘阵 居灵阵 是天下间少有的 将灵气掩饰掉的阵法之一啊 妖女的修为不够 只能掩饰部分的灵气 若是本门祖师亲自布置此阵 一丝灵气都不外泄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 丁老者扫了二人一眼 有些自傲的说道 行里见了也是差异无比啊 在听到老者说明之后 心里边微微一动 诶 若是能将这居灵阵布置方法弄到手 他以后的洞府可就安全多了呀 此刻 随着眼前幻境消失 一闪放射着绿光芒的石门出现在了山腰之间 看来这就是原谣洞佛所在了 我等动手吧 老者凶光一闪说道 骷髅头点了点头 一张口喷出了一柄黑色怪刃出来 半刀半剑非常的怪异 而恶汉低贺一声 从手中竟飞出一柄寒光森森的开山跃出来 让一旁的韩力吓了一跳 使用这巨型兵器作为法宝的 还真是少之又少啊 诶 这 倒有为何 老者自己也喷出了一口白色飞剑出来 但是 看见韩力没有丝毫的动作 不停有些纳闷 韩力微微一笑 正想说些什么 随意糊弄过去的时候 那扇石门忽然自行打开 从里面飞出了一道绿光出来 老者见此顾不得说什么了 立刻和其他人刷了一下子 一起望了过去 绿光一个盘旋之后 就在门前不远处光滑一脸 现出了一位黑黑裙肌肤如雪的 绝色佳人 只见此女 奄然巧笑 秋波流动 一平一笑之间 可以说是风情万种啊 不是别人 正是和韩力在虚天剑分手之后 再也没有见过的 袁瑶 这个女人多年没见 不但容颜未变 反而更多出一分动人心魄的风情出来 不过当这个女人扫了众人一眼之后 目光落在了青阳闻老者身上的时候 交融大变 脸上一下子照上了一层寒霜 变得艳若逃离起来 几位道友到小女子府前 有事要指教吗 似乎知道 魅术对眼前的修饰根本没有作用 袁瑶脸色不好看的冰寒说道 对老者更是直接无视起来 丁老者见此心里是不然大怒啊 但他呀 也是心机阴沉之人 表面上并不动怒 反而阴一笑说道 呵呵呵 妖女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你就是故作不知 也是没用的 暗害了闭门少主 拿走了闭门宝物 你以为今天还能逃脱吗 袁瑶听了这话 并没有回话 而是明谋荧光微转 一一细看对方几个人的修为 结果他心里都咯噔一下子 芳心下沉啊 那老者和恶汉还罢 只是和他修为差不多的 结单初期修饰 但骷髅 黑衣人 还有旁边那个相貌普通的轻袍人 一个是结单中期 另一个是结单后期修为 可不是他能够轻易应付的 若是这四个人连起手来 他虽然有数件 威力惊人的保护身 这些年呢 也修炼了一两种秘术 但还是凶多极少 这个时候 骷髅头河的恶汉 显然也被圆瑶的角色滋容 震惊了一下 但是随后 眼露惋惜之色的互望了一眼 若不是这个女人得罪的是 青阳门的三阳老魔 绝对是最佳的双修道旅啊 真是可惜了的呀 圆瑶这个时候 面临险境 反而神色镇定了下来 冷笑一声之后 束手一翻 一块白色阵盘出现在了玉手之间 轻浮之下白光四射 大片绿黄浓雾马上滚滚冒了出来 一下子将整座小山都罩在里边 老者见此啊 低贺一声 身前的飞剑一闪即逝的向圆瑶市急斩而去 可是圆瑶呢 轻笑一声 二话不说身形一闪 退进了浓雾之中 区区一个换阵也敢拿出来卖弄 老者见此眉头一皱 但随后面带不屑的两手一掐法掘 冲飞剑一点止去 飞剑一阵清明之后 在空中狂舞起来 瞬间呀 化为了一个直径竖杖的巨大光轮 毫不客气的向浓雾中滚去 所过之处浓雾尽散呀 这转眼间 门前的浓雾就被老者的剑光驱除的干净 重新露出了那扇石门 恶汉见此 不再迟疑地抑制自己的法宝 那件开山月狂涨树被 狠狠地向石门劈去 黄光绿芒交织在一起 暴裂之声不断地传出 就在寒泪身旁的骷髅头 也要驱使自己的怪人一起攻击的时候 却忽然发出了惊讶的轻疑之声 不好 妖女从后山跑掉了 快去追她 说着她毫不犹豫地化为一道黑光 直奔后山而去 韩丽听了此言 眼中闪过一丝异色 但神色如常地站在原地没动 而那恶汉呀 似乎对这骷髅头的话是非常的信服 一听电话 立刻停下了对石门的攻击 并马上飞顿追去 老者见此流露出了半信半疑之色 迟疑了一下才向韩丽疑惑地问道 哎 刚才所说是真是假 老朽 这怎么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啊 在几个人中啊 韩丽的修为最高啊 老者自然觉得 韩丽之言最可信了 可是韩丽听了这话 脸色不变 可眼中呢 闪过了一丝诡异的奇怪之色 那位道友说的没错 那女子的确从后山的出口跑掉了 不过现在已经被两位道友拦住 正在拼斗之中呢 韩丽双手倒背 朝后山方向望了一眼之后 不慌不忙地说道 哎 太好了 太好了 哎 我二人在前去相助的话 一定可以生情妖女啊 老者一听这话 立刻大喜过望 的确啊 我们现在过去的话 此女肯定守到勤来 不过在去之前 韩丽想像道友先借一样东西 韩丽转过脸来 用一种诡异的神色 望着数丈远的老者 慢悠悠地说 哎 借东西 啊 道友要借什么东西啊 丁老者不禁一愣 下意识地奇怪问道 就借 头颅一用吧 韩丽揉揉鼻子 嘴角露出了一丝讥讽 还没有等老者反应过来 口一张就喷出了一道刺目的绿芒出来 瞬间围着老者头颅一绕 大好头颅自行滚落下来 随后 哈利单手一招 一片青光脱手射出 一下子见着头颅卷住 拉回到手上 一滴血腥之气都没有沾染到 他这才眯着眼睛 看了看 被青光包裹着头颅一眼 因为出手太快了 头颅上啊 还满是诧异迷茫的表情 别怪我 既然在传颂镇那里见到了我 只能算你们的运气不太好 哈利轻轻叹了口气 喃喃说道 忽然他猛一抬头 望了望 后山的方向 脸上露出了一丝异色 没想到袁瑶这丫头 还真是羞为大长啊 哈利发出了称奇之声 随后单手抓着头颅 人就化为一道青红飞顿而去 绿山后面的高空之上 骷髅头和恶汉一边指挥着法宝 一柄红色怪锤 残斗在一起 一边啊 双手掐着法绝 各种法术不停的向对面轰去 而圆瑶此刻的黑雾 整个人被一团黑云照在其内 并从中飞射出 上摆的绿色魔火来 和对面两人的法术 对轰不停啊 只不过 此女一边缠斗 一边不停后退 试图想脱离此处 但是骷髅头两人 似乎争斗经验是非常的丰富 恰到好处的攻击 总能拖着圆瑶 无法一下子抽身离去 就在这个时候 三个人都看到了 韩丽飞射而来的顿光 恶汉和骷髅头心中大喜啊 当韩丽光滑一脸 在战团附近献出身形的时候 恶汉急忙招呼一声 并有些不满的说道 哎 道友 快点出手啊 咱们仨一起攻击 定能深情死女 不过 哎 那青阳门的丁道友呢 他们门里的事 这这怎么还拖拖拉拉的呀 两位 不用等了 丁道友 他在这儿呢 说完这话 韩丽啊 面无表情的手一扬 将藏在身后的头颅 一下子 冲恶汗 甩人过去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怀人修仙传》第323回 《怀人修仙传》第3回